自从人们发展出了无线电技术 利用电磁波来传递信息后 人类社会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现在的天空已经充满了各种电磁波 比如电视台将精彩的电视节目呈现给人们 开阔了人们的眼界 比如使用手机 人们可以随时随地的自由沟通 在战场上 雷达就是部队的千里眼 在太空里 通信卫星让全球通话不再成为问题 新兴的互联网 终于让地球成了真正的地球村 其中这个电视 可以说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发明之一 它第一次真正打开了人们的眼界 极大的丰富了人们的生活 下面就来详细了解一下 在1927年 英国发文家贝尔德在伦敦公开表演了 向远处传递活动图像的技术 标志着电视的诞生 之后飞速发展 形成了一个现代电视系统 首先是电视信号的采集过程 如图所示 这个摄像馆中的摄像镜头 把景物呈向在摄像馆的屏幕上 然后电子枪发出电子树 通过偏转线圈的控制 将图像诸行扫描一遍 如右图所示 从这里开始 像这样扫描下去 一直到这里结束 将屏上每个点的明暗情况 也就是景物的光信号 都转变为强弱不同的电信号 同时电视的半音信号 则通过话筒来采集 把声信号也转换为变化的电信号 经过调制后 加载到高频电磁波上 通过发射天线传播出去 电视台发出的高频电磁波 通过传播 被天线接收到后 先要经过调写 筛选出正确的高频信号 再通过解调之后 将离出图像电信号和声音电信号 其中图像电信号被传输到显像管中 控制着电子树的强弱 当电子树像摄像管那样扫描屏幕时 也就重现了电视画面 通常摄像机在一秒内 要扫描25V画面 那显像管也就以相同的频率 在屏幕上扫描出25V画面 由于人眼的视觉在留效应 加上画面的更换迅速 人感觉到看到的便是活动的画面 而声音电信号经过放大后 被传送到扬声器 就能听到声音了 整个过程就是两种电信号 转化为光信号和声信号 当然这么厉害的电磁波 除了可以无线传输 也可以通过电缆光缆进行有线传输 这样信号不受外界干扰 收拾质量更好 这也就是有线电视 常见于人口密集的城镇地区 另外电磁波的频率越高 相同时间内传递的信息量就越大 而光的频率比无线电磁波的频率要高得多 因此用光缆可以传递更多的电视节目 好了 最后总结下现代电视系统的原理 简单来说 电视就是先把图像的光信号和音频的声信号 转变为电信号后 用高频电磁波发射出去 被接收的电磁波再解调出图像的电信号和声音的电信号 最后还原为图像和声音 好了 了解了这么多 现在你快刷题去吧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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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